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未来的信封 当我打开的查门 一股强烈的吸力将我瞬间卷入其中 原来这是一个魔法为尊的世界 人人都向往着考进高等魔法学校 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是个没有魔力的麻瓜 之所以能进入这个魔法学校 是因为有一天突然收到父母发来的消息 让我以特招生的身份进入到这里 然而来到这里后却被所有人嘲笑 每天都会被人当作发泄的出气筒 或许当初一起死去会比较好 由于无法学习魔法 我不得不转职成为一名见识 在当今社会 魔法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而我却只能通过近身战斗 由于整个家族只剩下我一个人 而且在探险中往往会成为队伍里的包袱 因此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 温神 今天九条春再一次被霸凌 抱歉抱歉没看到你回来 没想到你连这种出镜魔法都抵挡不住 九条春强忍心中的怒火站了起来 现在可以了吧 你要的东西已经买给你了 把手机还给我 学校食堂每天限定50个的先说考汉吧 这确实买对了 但是怎么可以没有饮料呢 就发射而去 就在所有人还在那里不断嘲笑之时 风纪委员东云经过这 你们在这干什么 其他人看见来人 无奈将手机丢了过去 今天就完到这 东云连忙跑上前来 小春你没事吧 你还是别和我靠得太近 我怕到时候会连累到你 那种事我才不在乎 但是我在乎 对不起 我们已经没法向小时候一起玩了 小小春 画面一转 九条春回到自己的宿舍 惊讶地发现门上居然有一个黑色的信封 走进房间不断打量这古怪的信件 既没有粘贴邮票 也没有写邮寄人信息 我要不要打开呢 强烈的好奇心 最终让九条春鼓起勇气 打开了信封 下一秒从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股由蓝色能量形成的熊窝 将它卷入进去 瞬间就消失在原地 仅剩下一枚孤零零的信封 当九条春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神秘的空间 而面前居然有一个人行虚 你好 16岁的九条春 我来自2054年 我也叫九条春 没错 我就是未来的你 这封信是我从未来寄给你 十年后 你将成为操控时空的大魔导师 但是等待他有点太久 所以我现在就想把过去的自己 也就是你 培养成一名时空大魔导师 我知道自己性格比较多 不会这么简单就相信你 俗话说 眼见为师耳听为虚 只要你独自前往 新宿育愿的F级迷宫 那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画面一转 九条春决定来这里看看 作为F级迷宫 早就被人通关了无数遍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相信我 我们很快就到了 根据信封的指引 九条春很快来到一面墙壁前 将我塞进墙缝里 就当九条春将黑色信封塞进去时 墙面发生了一洞 不断往两边张开 从中出现一条全新的通道 居然真的有隐藏路线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就当走到尽头的时候 一颗巨大的魔晶映入眼 这是一颗技能魔晶 只要触碰它就能学习到对应的技能 当九条春用手轻轻触碰之时 原本蓝色的魔晶发出耀眼的光光 对不起 九条春还没反应过来 头顶上的天花板就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立方体 正在缓缓下落 在下落的同时还在不断吸收周围的石块 石块以立方体为中心不断组装拼接 最后在烟尘中凝聚成一道巨大的身影 烟尘过后 一个庞然大物向着它走了 竟然是石像鬼 在九条春还没反应过来时 就被石像鬼重重地击飞出去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我是被骗了吗 因为这一击导致它受到致命的伤害 意识开始慢慢消散 我死了吗 爸爸 妈妈 微弱的光芒 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结局吗 你那已经过世的父母送你去的学校 你还未曾毕业 被我欺骗之后 你选择了放弃 最终无助的惨死于荒蚁之中 你的前半生如此的无聊 难道就愿意这样毫无意义地画上去好 这样的结局 你真的觉得好吗 如果你不愿放弃 那就勇敢地站起来 反抗命运 坚韧不拔地活下去 只有这样 你才能扭转这如同垃圾般的人生 我是一个没有魔力的马卦 在魔法学校每天都要被同学霸凌 根据信封的指引我来到了新宿育苑案 即迷宫 然而我却上当了 在我用手触摸技能水晶之时 迷宫的守护者巨大的石像鬼出现在我眼前 对于不会魔法的我 只是一击就被石像鬼瞬间击败 然而强烈的求生意志在我心中熊熊燃起 在生死的边缘 奇迹居然降临了 触发隐藏任务 时空魔导师 不屈的精神 条件达成 只见中央内巨大的魔精出现叨叨叨裂 下一秒就爆裂开来 一股恐怖的能量瞬间涌向九条春 冒险者的死亡被撤毁 肉身正在重新凝聚修复中 我活下来了 获得时空魔法 顿时数到技能提示音响起 获得技能身体加速 获得技能时间倒退 获得技能时间停止 获得时空魔导师的被动技能 潜能释放 加30% 等级 感受到自己身体中充满了无尽的魔力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时空魔法被我提前十年获得 所以你真的是未来的我 现在相信我了吧 让我们开始正式教训 这时候石像鬼已经再次来到九条春身后 在攻击的瞬间 九条春高高跃起 轻松地躲了过去 身体变得好轻盈 九条春惊讶地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这是你被动技能的效果 听好了 时空魔导师真正的战斗方式 感受这个世界的本质 支配万物的是时刻的流动 你能做到的 因为无论如何你就是我 就在这时石像鬼再次摆出攻击姿势 九条春却紧闭双眼 感受着周围那缓缓流动的时间 在攻击的瞬间再次跃起 然后轻轻地落在石像鬼的手背上 时空魔法发动 身体加速魔法一击 瞬间就来到石像鬼的上方 高高举起长剑 这就是你的核心所在 然后用尽全部的力量 凤凤刺了下手 直居刺中了里面的核心部位 顿时石像鬼的脑袋出现叨叨裂 其核心部位发出耀眼的光芒 下一步就突然爆开 失去核心的石像鬼就如同积木般崩塌了 冒险者九条春等级提升四级 剑势技能提升八级 获得四万五千八百级分 现在相信我了吧 温神居 下一步准备离开迷宫 今天是东云被那怪物杀死的日子 现在感觉应该还来得及 听到这 九条春停住了脚步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就是你那个青梅竹马的东云 现在正在和他的队友一起攻略地击迷宫 但是结局却是被那里的暴杀死 所以你想要改变未来吗 我们的时空魔导师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未来的信件 透过它 我能与未来的自己对我 这根信件将我从一名毫无魔力的剑客 转变成了掌控时间的大魔导师 系列2054年5月23日 时代地级迷宫的最深处 出现了一只本不应该出现的C级暴 导致东云小队全员被杀 该死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不早说 提早跟你说的话 可能会影响你通关隐藏任务 要是你无法成为时空魔导师 那一切都没有意义 很快九条春就来到了池袋迷宫 然而却被魔物挡住了去 是一群哥布林猎手 九条春很快就被包围 这个世界在我出现的同时 就已经开始悄然变化 未来的走向不再是固定的 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决定 跟随自己的本心 让自己不再后悟 这才是我想要的答案 在迷宫的最深处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烟尘中飞出一道熟悉的身影 静止地摔倒在地面上 这正是男主的青梅竹马东云 直接晕厥过去 一旁的队友见状慌乱不 这家伙太强了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C级超级爆 黑暗哨兵 现在该怎么办 球球魔法已经发出 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回应 大家冷静点 我们只要一股作气 全力攻击还是有机会的 然而已经有队员被吓破了的 不要 我不想死啊 就在这时黑暗哨兵再次举起长剑 一瞬间众人就被这一击全部解决 就在这时 刚刚晕厥的东云苏醒做了起来 眼前的这一幕让他难以置信 自己的队友全部都重伤躺倒在地板上 东云扶着魔法杖缓缓起身 愤怒地对着黑暗哨兵发动火焰魔法 然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 很快黑暗哨兵的反击就来 东云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谁来救救我 时空魔法发动 时间停止 只见爆的攻击固定在空中 而九条春突然出现在面积 东云你没事吧 你先离远点 接下来就交给我 时评效果很快就结束了 下一个 黑暗哨兵被停止的攻击再次砍下 九条春连忙跳台 就是现在 这么硬吗 糟糕 就在这时 黑暗哨兵手中的头颅正在凝聚黑暗之起 时空魔法 身体加速 九条春瞬间来到敌人背后 普通的剑无法破开他的台颊 这样只能绕过他的外壳 直接攻击肉体 那就瞄准他手中头颅的缝隙处 九条春立马举起断剑向着黑暗哨兵刺去 时空魔法 物质的时间倒流 只见刚刚断掉的长剑正在慢慢复原 而黑暗哨兵再一次举起自己头颅对准九条春 在即将发射之时 长剑及时从缝隙处刺入 一剑就将其彻底贯穿 黑暗哨兵很快就失去了生机 东云的命运成功被改写 你真的是小春吗 我成功改写了历史 拯救了本该必死的同胆 然而导致我时空魔法师的秘密暴露 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队友 但是你能给我解释下吗 你不是没有任何魔力 现在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 然而为了把未来的分支路线 控制到最低程度 不能随意向他人 透露时空魔法的存在 没办法我只能开始编故事 我其实一直在进行特殊的剑术训练 由于他还是个未完成品 所以还不能告诉其他人 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没想到的是 他在得知这是一个秘密后 而且目前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于是就开心地答应不告诉其他人 第二天 九条春照常在教室里自习 然而他不找人麻烦 麻烦却找上了他 温神君 出来一下 我们找你有点事情 我听说你昨天去了时代迷宫 而且还遇到了一个超级boss 导致全员都受伤惨重 不愧是温神君呢 到哪里没孕就跟到哪里 对了 我的朋友也在其中 被一同送进了医院 花了很大一笔治疗粉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呢 然而等来的却是九条春的沉默 对方健壮顿时感到挠 看来你是想吃我一击火球 真是烦啊 你们难道不觉得自己很讨厌吗 瞬间就给每个人来了一下 混蛋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再来靠近我了 不然少了些什么东西就别怪我 这就当我和你们的约定 拜托了 人家 他们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 应该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了吧 还是快点回教室吧 很快今天的魔法课程就开始了 现在开始这个学期的魔力测试 首先请九条春同学上台 以往的测试中 我的魔力都是显示为零 但是如今我成为了时空魔法师 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九条春将手放在魔力测试装置上 体内的时空魔法不断流动 魔力测试竟顿时发出耀眼的光芒 老师看到这一幕震惊无补 让下一秒一声清脆的破碎声响起 魔力测试装置被彻底破坏 而老师被吓得当场坐在了地上 这下糟糕了 我不想太引人注意了 你们听说了吗 温神君居然把魔力测试装置给搞坏了 经过调查发现是某种未知的魔力导致 是不可能吧 如果是这样 那他岂不是一几一声 听到周围八卦的声音 九条春也是很无奈 就当他想要赶紧离开之时 突然听到有人叫他 寻找一番后发现声音是从自己的脚下传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 未来的你 这是一种时空魔法 可以附身在毛绒玩具身上 我现在开始怀疑你说的话都是骗人的 未来的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怪癖 不开玩笑了 现在有紧急情况要告诉我 混沌龙马上就会出现 比我所知道的未来还要走 他的到来将摧毁这里的一切 没有人能够阻止 你敢相信 这个居然是未来的我 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未来的信件 他告诉我十年后 自己将成为一名时空魔法师 然而为了改变历史 我通过信封穿越道过去 也就是信尾 在我提早十年就成为了时空魔法师 顺利将青梅竹马从必死的结局中拯救出来 然而未来的我并没有就此离开 利用时空魔法附身在网偶身上 这样就可以再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线上活动 而他突然出现的原因是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 混沌龙即将出现 据我所知 他是一个被归类为α型毁灭目标的怪物 他将造成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至少我的未来是这样的 如今比预定的时间更早出现了 一定要设法将它打倒 否则这场史上最大灾难将再次上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得赶紧通知冒险者公会 申请一只冒险小队前来讨伐 我相信只要准备充足 即使是混沌龙我们也能获胜 很遗憾 时间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九条春疑惑的抬头望去 一只巨大的混沌龙将半个天空都塑干了 你是要我去跟这家伙打一架 确定没开玩笑 那边是学院的方向 现在正是放学的高峰期 得想办法让同学去避难才行 教学楼大门口一群学生正在这里有说有笑 然而下一秒混沌龙就将天空遮蔽 下方的学生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而这时候混沌龙已经注意到下面的人群 迅速促冲而下 众人见状顿时陷入了混乱 开始四散逃窜 所有人准备战斗 学生会的成员立马站了出来 准备迎战空中的混沌龙 魔法起 只见五人同时使用攻击魔法 魔法倒在一同风向天空 还不够 不能让它接近我们的笑语 只见领头之人举起魔法 不断地吟唱着魔法奏 一个巨大的魔法正在混沌龙活动 下一秒巨大的爆炸声响 变成了笑语 我们成功了 跟我预计的一样 轻松解决 然而下一秒它惊恐地望向天空 什么事 我们似乎将它激怒了 只见混沌龙水把不断凝聚 怎么会这样 烟尘过后 学生会的所有成员都躺倒在地上 竟然只是一击 这怪物也太恐怖了 这很正常 虽然它们都是天才 但是毕竟现在还只是学生 接下来就要靠你了 说着就将一个不明液体 撒在九条春的脸上 这是龙破香 一种可以引诱龙的香味 龙是凶猛的迁徙物种 同时它的智力也很低 因此我可以利用这个 让它只攻击你 接下来就靠你的了 加油吧 过去的我 让它见识下 是功能毁式的真正实力 混沌龙突然出现 袭击了我的校园 学生会的魔法天才们 居然也不敌 瞬间就被打倒在地 而此刻为了将破坏 将至最低 未来的我将龙破香 撒在我脸上 这是一种 可以引诱龙的香味 龙是凶猛的迁徙物种 同时它的智力也很低 因此可以利用 这一点引开它 此刻混沌龙 已经被香气吸引过了 现在它会一直追着你 所以你必须打倒它 下一秒 混沌龙就促冲下来 九条春连忙 开始奔跑起来 必须将它引到 没人的地方 随即时空魔法发动 身体加速 很快就来到了 中野的铁路站 九条春翻过附近的围栏 趁混沌龙还未追来的时候 赶紧商量对策 混沌龙是黑暗属性的 龙溪非常强大 正面攻击通常意味着立即死 它周围漂浮的瘴气 带有延迟效果敌爆 而且物理抗性很强 普通攻击对它没有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 它目前只是幼龙 所以你还是有击败它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要你击败它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有一个技能方块击败它 后就会掉落 你将获得新的时空魔法技能 而这只幼龙的弱点 是它胸口的核心 就在这时 混沌龙已经追来 九条春立马跳开躲避攻击 好险好险 就是现在 时空魔法 时间倒流 九条春瞬间回到了 0.5秒前的位置 然后高高跃起 跳到混沌龙的面前 这就是龙河 我拿下了 说着就举剑它回去 然而在击中的瞬间 混沌龙化成了无数黑影消散了 这是怎么回事 混沌龙可以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瘴气 所以在攻击时要注意 还有它可以使瘴气具象化 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居然不早说 就在这时 一声龙吟响起 周围的瘴气瞬间变化成一只只小龙的模样 这么多有点难办了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混沌龙会提早五年出现吗 这就是改变未来所导致的时间线发生了变动 这时瘴气龙已经袭来 还好 被击杀的瘴气龙就会彻底消失 这数量我还是可以应付 经过一顿砍杀 终于将瘴气龙全部消灭 然而这时候混沌龙的问题 正当九条春庆幸幸自己躲过之时 下一发 你这该死的臭龙 还来啊 这样下去不行 刚刚消灭瘴气龙消耗了大量精力 如今已经快接近极限了 我必须要立马摧毁他的核心才行 然而这时候混沌龙却拉开了距离 飞向 这距离已经超出了我的攻击范围 该死的 现在该怎么办 这时九条春看了下周围的环境 有了 见迷用 说着就抓住一旁的小魏 在火车站这里腾转龙 最终来到这里的最高处 然而高度还是不够 只见九条春将手中的小魏用力甩向高空 时空魔法发动 时间停止 小魏瞬间被定住在空中 利用小魏作为跳板 九条春顺势在高空中进行了一个二段调 直奔混沌龙而去 这时混沌龙又打算变成仗气逃跑 别想跑 时间暂停 顿时去空中出现无数死灵 混沌龙瞬间被定住 虽然我只能将你暂停一两秒 但是对我来说足够了 谢谢 该死的巨龙 烟尘中 九条春拿着断剑缓缓地走出来 恭喜你打倒了混沌龙 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 未来的我穿越回过去 想要改变那些糟糕的历史 而这一次面对的是混沌龙的袭击 在大战了三百回合后 我成功斩杀了混沌龙 等级提升十五级 剑士技能增加二十八点 获得积分872300 获得材料混沌龙牙 隐藏技能时空魔法提高二十 时间回溯提升至二级 身体加速提升至二级 九条春看着自己提升的属性和技能 感到很是满意 这样的历史重大惨案被成功阻止 目标达成 趁现在还没有人过来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随即九条春就翻越围栏 快速消失逃离了现场 很快就回到了宿舍 话说小卫你需要吃东西吗 你看我这样是能吃东西的样子吗 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情 只见九条春站了起来 来到桌子旁 倒了一杯牛奶 爸爸妈妈 我回来了 你不会取笑我吧 当然不会 毕竟我就是未来的你了 我们先不谈妹妹的事情 暂时保密 时机到了自然会告诉你 如今最重要的是提升你的实力 你的剑在之前的战斗中彻底损坏 我们刚好可以利用 刚刚的战利品混沌龙牙 为你打造一盘全新的武器 第二天九条春来到了冒险者协会 我以前以为这个地方 跟我这种懦弱的小冒险者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还不是多亏了我 让一切都成为了可能 来到服务大厅 九条春立马找到接待人员 我刚刚攻略了一个迷宫 所以我想请您帮我检查一下 随即将自己冒险者的卡递了过去 好的 接待员小姐姐立马接过了卡片 将其放在检测坪上 请将你的手放在检测坪上确认身份 九条春随即就将手放了上去 等级更新 冒险者等级从一级提升至C级 请办理晋升手续 接待员小姐姐难以置信 看着眼前的信息 你竟然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将等级从一级提升到了C级 这是不可能的 顿时小姐姐的反应 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这样不行 我可不想太过显眼 事实这样会如何 时空魔法 时光回溯 顿时屏幕上的信息 就变回了冒险者等级一级 小姐姐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刚刚这时眼花了吗 接过自己的卡片后 九条春迅速离开了 根据小薇的指引 九条春很快来到了大楼的高层处 这里是需要达到A级才能进入的地步 不用担心 有我在呢 小薇瞬间又重新变回了黑色信封 将我放到扫描椅上就行 走进来后 发现里面是个空旷的空间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合成一把适合时空魔法师的武器 毕头巨龙袭击了 我悄悄地将其斩杀了 获得了材料混沌龙牙 未来的我声称可以将其打造成一把 时空魔法师的武器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冒险者协会的武器 合成研究所 只见这地方只有一个研究人员 你好 我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 程山 今天应该没有任何的参观通知吧 不是来参观 我是来合成武器的 难以想象你居然是A级以上的冒险者 怎么看你都像是F区的学生 但门禁又不会骗人的 说吧 你想合成什么武器 我想用它作为材料强化武器 在对方确认了材料没有问题后 按下了手表上的开关 地面上突然打开了一个洞口 从中升起一个圆柱形设备 这个是目前最先进的合成装置 由于九条春带来的材料 还没有记录在协会数据库中 因此这次武器合成可以免费使用 到时候会将其入录到数据库中 九条春立马来到装置面前 打开信息面板 合成武器总共分为四个步骤 一 你首先要选择你将使用哪种武器 作为合成过程的基础 对你来说武器目前也只有你腰上的那笔钻截 二 接下来就是决定你要给武器赋予什么属性 武器属性的数量是由它的等级决定的 而你的剑是最低等级的那种 只有一个属性槽 三 然后就是你用来强化的材料 材料的类型分为很多种 有些是矿物或者怪物的武器 甚至有时候两把剑都可以合成到一起 而我们要使用的材料是混沌龙牙 四 最后的锻造时间 设定的锻造时间不同 将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根据步骤 九条春将自己的武器放了进去 请选择你要添加的元素 九条春果断选择了光元素 然后就将混沌龙的材料放了进去 这时小魏突然要求将锻造时间设定为三年 虽然对此很是疑惑 但是九条春最终还是相信小魏不会坑他 将锻造时间期设定为三年 这时小魏飞了出来 直接将自己插入装置的缝隙中 下一秒时空魔法发动 一股庞大的时空魔力从装置中爆发而出 武器合成已经完成 混沌之剑 属性 光 等级 一级 虽然这么快就好了 而在一旁的所长更是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明明显示三年时间 居然几秒钟就锻造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九条春将混沌之剑收纳进空间 然后立马离开了 然而走到大厦门口后 听到很多人都在议论昨天的新闻 听说了吗 昨天一头巨龙袭击了我们的城市 结果却被一个神秘的少年秒杀了 现在的大冒险者工会都在寻找着人 想要将他邀请到自己的工会里 一旁的九条春听到这头都大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我们得赶紧去世间 下一个目的地胜受克尔伯洛斯 打架了打架了 学院最强的天才魔法是向我发起决斗 你说我该不该应战 在九条春打算找个地方测试下混沌之剑的时候 东云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发你一堆消息你怎么都不回复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原来九条春斩杀了混沌龙后就一直没回学校 抱歉 让你当心了 这时候东云注意到背后的小鬼 这个太可爱了吧 给我抱一下 如果你喜欢就借给你一段时间 真的吗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她的 就这样为了打发走东云 小魏就被九条春无情地抛弃了 第二天 九条春很快就将小魏接了回来 就在小魏还在因昨天九条春丢下她而抱怨的时候 有一个人正在不远处悄悄地注视着他们 这就是温神郡吗 看起来似乎很有趣呢 下一个目标就选择你吧 希望你能带给我一些乐趣 神秘的屠龙勇士 学生会办公室中 副会长英小璐正在询问九条春 我听说混沌龙袭击的那天 最后是一直追着你离开的 你能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吗 怪物中途改变了目标 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学生身上 然后去了某个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斩杀了那条巨龙 英小璐询问无果后只好放弃 让九条春离开了 为什么会怀疑到我头上 我想是因为这个 小魏拿出平板 上面播放的当时九条春和混沌龙大战的视频 虽然没有拍到清晰的画面 但从校服就可以看出是魔法学院的学生 九条春顿势感到无奈 最近还是低调点了 就在九条春来到教室后 教室的气氛顿时发生了变化 众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 东云立马上前叫九条春赶紧离开 就在这时 一个男子从后面走不上来 你好 我叫黄龙 目前担任学生会会长一职 校内排名第一的天才魔法师 也就是说在这所学校里我是最强的 你就是九条春吧 我要向你发起魔法决斗 魔力为零的麻瓜 突然有一天能将魔力测量器给弄坏掉 现场还残留了一些不明物质的痕迹 再加上斩杀混沌龙视频中的人疑似就是你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就喜欢将萌芽扼杀在摇篮中 这就是我为什么找你对决的原因 说实话 我也是单枪匹马打败了一头龙的人 所以来决斗吧 看谁才适合屠龙者这个称号 魔法决斗是学校准许的一种 在学生之间进行特殊形式的测试 以衡量和评估他们的实际战略 根据最终结果来进行排名 排名靠前的在学校中享受到一些优待 决斗的唯一规则是 不能使用任何可能导致死亡或永久性伤害的魔法 如果决斗的发起者是低等级的魔法师 那么高等级的就必须答应 也就是说级别低的是可以拒绝的 然而黄龙却用东云威胁九条春 由于东云打算下个学期成为学生会的成员 到时候很有可能遭受到这位会长刁难 无奈之下 九条春只好答应了这次决斗 不过我有个条件 输的人要自动退学 你敢答应吗 全校最强的天才魔法师向我发起决斗 我被迫接下了这个挑战 赌注就是谁输了就要主动退学 他的魔法才能非常出众 未来黄龙将成为冒险者协会新宿支部的会长 他会发明很多关于火焰的新魔法 因此成为了七大闲者之一 然而在背地里却是个人渣 经常利用自己的身份毒害手底下的女性魔法师 那家伙之所以那么确定你就是那个屠龙者 大概率是他派系的学生提供的情报 目前你是绝不可能战胜她的 九条春 冒险者等级 十五级 职业 剑士 技能 剑士技能31 时空魔法师技能34 主武器 混沌之剑 副武器 匕首 席的魔法 身体加速二级 时间停止 时光回溯二级 这时小魏将手触碰了下信息面板 顿时黄龙的信息就显示了出来 两人的差距有十倍之大 顿时让九条春失去了信息 真的有那么大差距吗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变强 离决斗还有三天时间 我知道一个迷宫可以获得大量经验 而且还能学习到新的时空魔法 出发吧 水晶迷宫等级 B级推荐冒险者等级65级 你确定没有坑我 这里的魔物也太多了吧 只见周围密密麻麻的都是水晶魔物 加油吧 别放过任何一个惊艳宝宝 说着九条春提着剑就向魔物群冲去 一小时后 在迷宫的最深处 一个冒险者小队正在这里击杀魔物 然而面对这里精英怪时 他们的攻击丝毫不起作用 黑暗水晶骑士 是由稀有金属组成的怪物 黑暗属性 因为它不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所以对它的魔法攻击几乎无效 并且还具有很强的物理抗性 就在黑暗水晶骑士 想要击杀眼前的冒险者时 救命啊 一道爆炸声过后 黑暗水晶骑士就化成了碎片 彻底消亡了 你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 我会为你们吸引住他们 在表达了感激之情后 两人迅速地离去 算上刚刚那个 你已经干掉了89个 然而却连一半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你得加快速度解决他们 完成升级 这只是刚刚开始 来吧 让我们继续 你敢相信 男人单枪匹马就击杀了数万头魔物 为了升级九条春来到水晶迷宫 水晶迷宫中的黑暗水晶骑士 可以提供大量经验值 而且数量也是非常巨大 用来刷罐升级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以九条春如今的实力 面对这么多黑暗水晶骑士 还是很实力 但是只要加上新打造的混沌之剑 再注入一些光属性元素 就完全可以与这些魔物抗衡 这些怪物 我一个也不会放 随着九条春不断地刷怪 魔物形中冲出一只不一样的水晶骑士 黑暗水晶骑士队长 数值比一般的黑暗水晶骑士高出不少 这怪物属于BOSS类型的魔物 双方很快交代在了一起 该死 它的力量太大 看来只能使用这把剑的特殊属性 随即一股紫色之气从混沌剑中冒出 一刀划过 对方的头颅就这样被扛下来 九条春刚想休息 周围的水晶骑士就再次围攻而来 时空魔法的核心原理和基本原理与常规魔法不同 它不是通过魔力来发动的 而是使用特定的时间因子来控制时间流逝 所以即使像九条春这样没有魔力的麻瓜也能激活它 而战斗中的极端条件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时间暂停 无数时间锁链将黑暗水晶骑士都定在了原地 高光剑影过后 全部都被解决掉 就在这时 身后出现了新的魔物 黑暗水晶魔法师 一群魔法伤害极高的家伙 只见他们手中开始凝聚魔法 对着几条骑士射 九条春立马使用身体加速魔法不断闪避着 即使在战斗中也要时刻注意时间因子 然而对面的攻击过于密集已经无法躲 就在攻击即将命中之时 时空魔法发动 时间的流逝 顿时周围的时间像是慢放了几十倍一样 下一秒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烟群过后 九条春利用左手的魔法护盾挡下了所有攻击 随即举起右手 时间因子在掌心汇聚 随着时间因子不断增多 一道可速的射线 直空黑暗水晶魔法师 一击就将他们全部消灭了 这就是时间流逝的威力吗 是的 你很不错 没想到你掌握的这么快 竟然连时空弹都被你使用出来 经过一顿厮杀 九条春将黑暗水晶骑士全部消灭了 顿时无数的升级提示音响起 我们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水晶迷宫的最深处 一只恐怖的怪物出力在那里 B级迷宫的Boss 胜兽凯尔贝洛斯